Chill GD也可以 圖片 因為它已經變得多麼 它還有一個狀況 Chill GD可以 Cloud也可以 所以這件事情 最後來也沒有算 現在目前也不是唯一優勢 OK 你就請它辨識圖片 辨識裡面的圖片跟文字 幫我改寫成新聞稿 那在那個當下 事實上呢 它寫出來的內容 我覺得還不錯 它就幫我辨識裡面的 所有文字跟相關內容 今天我呢 針對這樣的內容 Chill GD的表現 我們來看一下 來 開好了 出現這樣的東西 這個告訴我們什麼事情 告訴我們 Chill GD的連結 它可能不是一個永久的連結 對不對 沒錯吧 好來 那 這樣的案例 不見了 我覺得也不要緊 但是 來 我們再來做一次 就針對這一張 就這一張 老師 你這一張解析度沒有很高 沒關係 不要緊 我就用這一張來示範給各位看 來 我把它貼上去 然後呢 我這裡的文字 來不好意思 我比較懶惰 就佈置起來囉 就貼過去了 我們讓它來重新跑一次 好 各位 我給它是解析度很低的圖片吧 現實擺在面前 我就今天這個當下做給大家看 對不對 沒有那個 作弊喔 好來 他就幫我寫新聞稿了 他就幫我寫新聞稿了 大主題是 台中市數位學習博覽會打造智慧學習新體驗 不過 他知道新聞稿要有這種東西 對不對 而且要有相關的那個 內文要開始 一開始就是 台中市政府教育局 有沒有 各位 我辦這個活動是 是幫局裡面辦的 所以我做的 你也不能寫自己啊 紅葉 誰理你啊 欸 人家很知道 因為你辦的是舉辦的活動 他幫你寫出這樣的東西 對 然後這個活動的相關內容是什麼 亮點有什麼內容 活動在什麼時候 非常好 全部抓出來 全部抓出來 太好了 沒有錯喔 這些都沒有錯喔 好 但是有一些內容沒有出來 在上一個版本 我跟各位講 我上次有存的那個版本 他出現的那個 小教科的那個聯絡電話跟分機號碼 結果就被騙了 我說 你那個散掉 不好意思 不是小教科 是課程課範 你不要寫小教科 類似這樣的東西 請你 等下 谢谢大家